中環原本有兩個拿到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 但開始了半小時就被警方要求提早結束 有人轉到附近街道倒爐和中火 警方多次施放催淚彈驅散 衝突也持續到入夜 都明慧報道 下午在愛丁堡廣場和姐打花園分別有集會 都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舉行時間由下午5時到晚上10時 大到5時多,兩個集會都被要求提早結束 人群轉去龍和道聚集 又用水馬等到路 速龍小隊到場驅散,人群走避 有人被制伏在地上 有水馬被燒著 幾乎同一時間在德庫道中亦都有人倒露 警察到場清理 又向天橋上的人舉牆槍發射 另一邊的金鐘道亦都有人扔汽油彈 入夜之後,防暴警察在江洛道中施放催淚彈 防暴警察一路推進 去到終審法院對開的遮打道 一批黑夜人就到中環站德庫道中和環球大廈出口 扔汽油彈 又用垃圾桶、竹枝等雜物倒閃出入口 在德庫道中不打街交界 亦都有路障起火 消防將火救息 之後防暴警察在德庫道中一邊舉黑旗推進 一邊密集遮施防催淚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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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一批很大塊的石屎放在電車路和馬路上面 附近多間商店玻璃被打爛 有麵包店更加著火 夜晚7點多 防暴警察員樓梯街上荷里活道推進 在文武廟外私放催淚彈 之後再到北打街天橋制服一個男人 將他帶走 有線電視記者杜明慧不道 一手掌握 有線新聞